竹山鎮后被军人辅导中心主任布达典礼 与日前隆重登场 在廖文批主任先任后 也由竹山鎮长陈东牧接任主任职务 那以后不管在四大工作方面的话 在服务项目以及灾害的一个抢救方面的话 会更加的指挥一元化 让整个指挥系统会更加的一个有效力 这是我要接任这个职务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希望说竹山鎮当然是风鸟雨顺 是我们祈求的 但是在相关的服务方面的话 我们也更加落实 而当天竹山鎮清晰妇女协会 理事长交接典礼也随后登场 竹山鎮长夫人廖锦 也由林玉子理事长手中承接职务 非常谢谢我们前任理事长林玉子的信任 然后推荐来我来接任新的理事长 我希望我能把我们清晰协会的会晤 能推动得很顺利 然后把我们清晰妇女协会的对地方服务的精神带出来 后备军人辅导中心与清晰妇女协会 常年为社会服务良多 县议员友好也期许在陈镇长闲康立接任后 能为社会做更多的服务 那过去来讲清晰妇联林玉子以及廖文批后备中心主任 一直以来致力在许多的后备军人的照顾 以及许多一些军队的一个关怀活动 那未来的话也由陈东墓镇长 以及镇长夫人廖锦接任下一任的主任以及会长 那也期待说未来来讲 他在后备以及清晰妇联都能够好优更好 那也一样持续的在这个大家军旅以及后备的一些部分 去做一个最晚上的照顾 先议员蔡孟儿也感谢廖主任及林理事长 过去带领团队做的各项服务与贡献 也期待陈镇长闲康立接任后 能将团队带领得越来越好 相信在我们陈东墓镇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竹山的后备军人中心一定是越来越好 也会做更多的事来为大家服务 清晰妇女协会新任的会长 也是我们陈镇长的老婆 我们的廖琴廖会长 在我们的廖会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清晰妇女协会也会越来越好 议长和尚丰也期许 日后在陈镇长嫌康立的带领下 两个团体会晤都能够持续成长 为社会大众来做更多服务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